娱乐圈中,只想赚钱的人有很多,但是真正做慈善的人,能有几个,除了古天乐、韩红以外,还有一位真心做慈善的人,是江一燕,一个逐渐被大家所遗忘的女星,江一燕从1999年初到至今,从来没有过绯闻,她12年前开始做慈善,那时候她去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拍戏,看待那些村民很穷苦,孩子没有书可以读, 于是她就决定,要帮助这些村民,之后便开始了她的支教道路,在刚做出决定的时候,很多人都不看好江一燕,说她这是为了包装自己,但事实证明,江一燕不是在做秀,她是用珍惜来帮助这些村民,她每年都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去支教,并将过程拍下来,用来感染更多的人,她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她的支教之路, 她在支教的过程中,感受到的,更多是幸福,而不是辛苦,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,崔永元曾经在一档节目中,公开表示,江一燕是她在娱乐圈中,唯一认可的女星,还大赞她是最美女星, 要知道崔永元是有什么说什么的,能够得到崔永元的认可,说明江一燕是真的非常优秀,她的行为,也受万人敬佩,虽然现在江一燕已经没有什么名气了,但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她,支持她